大家好,我是來自台灣福利德國學院的學生土文君 我今天要講的是,是對我幾年的當下的清良心 這本書是說,佛在心中實時向大眾提示 又平白又知的話,一切都會過去的 每個生命都有極面,諸有轉頭空的 每個人有生病有死,一切的物質東西 轉手他隻手都有空的,在人世間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煩惱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所要的東西 一切的物質享受都有欲望 那我們能夠把握當下,能夠立時去做 又有多少能夠實行耶 在那個誘惑的世界,大家都你真我奪 每個人都想要各自的東西,各自的追求的東西 其實,就像人世界的東西,每年轉轉都在變化 像今年的金融風暴 有誰又能知道,今天的金融風暴會發生 一些股票會下降耶 我今天有的人很風光很風 明天又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有的人說出了車禍死掉 有的人說一轉眼什麼都是空的 往往都不懂得珍惜眼前的東西 往往是追求虛迷飄渺的你想要的一些物質 雖然在這個社會當中 這個繁華的世界,民意雙收的一切的遺漏當中 我們要懂的是那種想說 一切都是空的,一切都是夢幻 能來到世間,繞繞數十年轉換過去 走的之後能夠帶走多好東西耶 我們應把握當下 把握當下珍惜自己身邊的東西 珍惜自己身邊的東西 所以這就是世尊說的 當下的信仰心 如果男人都抱著當下的信仰心 可不是一件快樂的事情耶 就這樣,謝謝大家